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前面几期视频跟大家讲了很多保湿成分 那其中有一个就讲到凡士林 其实我讲到凡士林有很多东西 我都没有办法跟大家去表达 我对凡士林的这个喜爱的成就 仅仅那一个视频就真的没有办法来表示 我认为凡士林对皮肤的保湿程度 或者是凡士林对你皮肤的健康程度 是有多么高的价值 我说这些大家都会觉得 哎呀这几块钱这么一大盒的东西 能起什么效果 我说这个东西现在就是 所有护肤品的一个基础 就是如果没有它 我认为很多护肤品 你即使它的成分再牛逼 它也起不到功效 而且你现在看到了很多 很牛逼成分的护肤品 很有可能很大的功效 都是因为是它的功效 说实归说啊 反正是这个每个人的见解是不一样 我也是表达一下我对这个凡士林的喜爱 今天呢我们的话题就是 怎么样用这个凡士林来做slugging 也就是说在北美这些年 非常流行的就是晚上厚涂凡士林哈 有些人用完之后哈 这个皮肤啊非常非常的光滑 大家知道我在10月份做了一次果酸换肤哈 换肤完之后 哎如果你试过果酸换肤 你就知道果酸换肤完之后 那个皮肤的状态就是非常非常细滑 你会觉得你的毛孔缩小了很多 就连我这个眼皮哈 我这脸皮双眼皮割的哈 但是你都能感觉到你那个眼皮都紧实了很多 就是能感觉到你这个眼皮 这个双眼皮这个宽度就会 就会宽了很多 而不是那种哒啦的那个样子 你做完10天之后 你就会有明显的感觉 但是有些人说这个凡士林啊 你slugging 你一个星期搞个两三次晚上 也能起到这样的功效 那还有一些人呢 就用这个凡士林的这个slugging 就是后服凡士林来过夜 长期下来可以起到这个去黑头去痘的这个功效 那到底它有没有效果呢 我用我自己的经验来跟大家讲哈 凡士林你用好了 尤其是在晚上用好了 它会让你早上白天睁开眼睛 那个状态哈 好到爆 这个好到爆什么意思 就是你有时候用护肤品哈 有的护肤品晚上用完之后 白天那个皮肤的状态特别的好 我告诉大家 这就是我刚才前面所说的话 这个东西啊 一大部分都是来自于凡士林的功效 为什么 你真正的这些效果的东西 你能一晚上看到吗 你肯定一晚上看不到 对不对 哪有说十几个小时 什么东西十几个小时 立马让你的皮肤感觉到效果呢 其实就是凡士林给你起了一个封层保湿 让你的皮肤 稍微在里面自己分泌点油脂 然后自己滋润自己 就是那个感觉 你知道吗 然后你第二天才能看到你的皮肤 好像就是比昨天晚上细滑了很多 再加上我们晚上 我们自己的身体有一个recover的一个阶段 所以说会让我们的皮肤更有能量 这个最美的这个效果 多半都是它给的 那这个slugging到底适不适合你哈 你关注我的频道的姐妹们 大部分都是就是咱们都是以抗老为目的 不仅要美 咱们是想比周围人看起来都年轻一点哈 那如果你是以这个 就在这个年龄阶段 我们逐渐都开始失去水分了 可能痘痘的问题已经不是主要的问题了 只有一些啊 这种慢慢逐渐衰老的这种痕迹的话 我认为你是可以做这个slugging的 但是但是了啊 就是在我看来哈 我们不要像这个tiktok 不要像这种老外这种过度宣传哈 就这种啊 营销封面视觉感的这样的宣传 我觉得没有人可以坚持这么用下去 就那种大的恨不得一次用个半瓶这种 不要这样子 你就在你睡觉之前 比如说薄薄的涂一层就可以了 那干皮的姐妹们 我建议大家每天都可以 或者是你可以把它加入到你最后一步的一个 这个封层面霜里面或者你给它分开涂也可以 就比如说你晚上洗完脸了 你擦完所有的步骤之后 你不要擦一个面霜吗 你擦了面霜之后 你可以干啥干啥干啥 等你睡觉之前你把它放到你的这个床头柜旁边 然后睡觉之前再薄薄的涂一层起到一个封层 或者睡觉之前喷点水 然后稍微滋润一点 再涂一层凡事里就可以睡觉了 早上起来你就会可以看到非常好的一个保湿的效果 我觉得皮肤会有一个非常细腻 然后就感觉喝饱了的水 然后也休息好了这样一个状态 适合所有35家 然后开始关注抗老 皮肤有这种衰老感 有一点点干燥感 就比年轻可能是不擦东西也没关系 但是你随着年龄的增加 你其他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这种皮肤问题 就用这一个方法就能帮你抗老 而且这个抗老可能还不像那种 比如说你用果酸啊 用水洋酸啊 用什么A酸啊 A醇 还要经过一系列的就是跟皮肤这种撮合啊 它完全不需要 而且我说实话 在我的心里我认为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尝试它 为什么 比如说果酸这件事 我都不建议大家都去尝试它 我在做A酸和果酸的视频 我的心里面都是一种胆怯感 这种有一种畏惧的胆怯感 为什么 因为我怕很多人 他的皮肤不适合 但是看完我的视频之后 哎呀 就是很想很有冲动去尝试哈 我就会担心这类的姐妹们会不会出现 比如说因为看了我的视频 因为看了我的视频 所以去做了这个果酸换肤 所以去做了这个A醇A酸石 就往两刷 然后导致了皮肤出现各种各样的状况 这都是我 就心里面就会有这种想法 几乎每一个视频我都会警示大家 那像凡士林做这个slug 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尝试一下呀 对不对 这个东西是最安全的成分 又便宜 对不对 几块钱买一大瓶 你试一试就不行了 你以后咱就不用了呗 如果你试一试效果好了 那你就以后经常用呗 对吧 这个东西不疼不痒 然后对我们皮肤又没有什么伤害 鼓励大家去尝试一下 没有什么伤害 就是费几个枕套 因为涂上去之后可能有点黏 或者你涂了有点多的话 你就蹭到这个枕套上 怎么样去使用 如果你是干皮的话 比如说你洗完脸清洁完之后 把所有的精华成分和面霜全部擦完之后 甚至你不用擦面霜都可以 你可以擦一个精华成分 或者你不用擦精华成分 你就想我今天就专门想尝试这个slug 也是完全可以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记住 你要确保你的脸是一个湿润的状态 不是那种滴滴答答滴水的状态 是一个摸起来 就是不是那种干干的 不是有人洗完脸 你要等到那种干巴巴的 不要 你一定要确保这个脸啊 是水水当当的 饱饱的这个状态 再去封层使用这个凡湿力 然后第二点要注意是 如果你脸上要擦一些 比如说药用的这种东西 比如说去斑的或者是去痘的这些东西 你要先确保把脸上这些药先擦好 尤其是去痘的 如果你有破口的话 你要先清洁好 擦好药 让药差不多吸收完之后 同时一定确保 刚才说的这个脸啊 是水当当的状态 然后最后 最后再去使用这个凡湿力 做一个slugging 那slugging到底对我们的皮肤有什么好处 怎么说呢 凡湿力的好处 大家如果没有看过 在看之前的视频 健康的皮肤是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尝试 尤其是对衰老干燥的皮肤是一定会有好处 如果你是痘痘就非常严重 冒油非常严重 你早上起来啊 你还会发现那个脸上油乎乎的哈 我就建议你不要去使用 或者是你可以在前面加一个你的控油产品 如果你真的想尝试的哈 我建议大家不要使用 但是咱们都有好奇心嘛 如果大家真的想尝试的话 我就建议你在前面用一个 比如说水洋酸的棉片或者是水洋酸的精华 用完之后不需要再去擦后续的所有的这种保养品或者是保湿面霜 直接在你的皮肤湿热的状态用凡湿力就可以了 可以尝试一下如果你要觉得我好像用凡士林效果比我用其他的这种最后的面霜的效果还要好的话 那你就建议用凡士林就可以了 大家真的是要去尝试尝试这个凡士林 比如说我自己来讲 我的眼中是没有一根细纹的 我是没有眼纹没有眼下细纹没有鱼尾纹 而且我这个脸边是没有斑的 我认为我这一块的保养跟这个凡士林真的是密切相关的 就真的是密切相 就是很随手就可以去做的一件事情 睡觉之前你看我最爱用的 大家在我每个视频里面都看得到 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绵羊油的这个乳头霜哈 这个绵羊油也是可以做slugging 你就相当于在你的嘴唇上做slugging 是吧 那剩下一点有时候擦擦眼睛 或者是我直接睡觉之前不放心的话 拿起来床头柜里面的这个凡士林就直接擦眼睛 你用这个凡士林过夜的 早上起来是会比正常情况下 看起来油的 这个油有一部分是凡士林他自己的油 还会残留在我们的表皮上 那另一方面他也可以促进我们的表皮 排出一些油脂 这是要注意的 再一个刚才说了 如果你在长痘发炎期的话 你一定要清理好你的这个痘痘 尤其是溃烂的痘痘 把表面的这些细菌先清理好 然后上好药之后再去用这个 不然的话你可想而知 你的痘痘也不清理 然后药也不上 完了之后还拿着在脸上搓 对不对 而且把那细菌全都在封在里面 那不就更严重吗 反正就这个原理嘛 对吧 看完我那个视频就知道这个是什么原理了 大家就按照这个原理 根据自己的情况去尝试一下 稍微涂一点点就可以 就这么多就可以了 涂够全脸 我不会像那么那么多的 然后或者是如果你的护手霜啊 还有擦身体的身体乳啊 不够保湿的话 都可以去尝试去添加一些这个凡士林 那什么样的产品可以做slugging呢 那除了这个凡士林是纯正的凡士林 我是建议大家都去用这个 因为这个是最纯正里面 也没有防腐剂 也没有乱七八糟的 科技很合 没有任何的添加剂 这个是最安全的 连小宝宝都可以用 那除此之外呢 我还有一个我用了好多年的这个伊丽莎白亚顿8小时保湿霜 它的主要成分也是凡士林 它是凡士林和这个绵羊脂 就是跟这个成分合在一起的 就是它主要成分是这两个 同时它加了有水洋酸跟维生素E 大家知道水洋酸它在一定程度上 它起到一个抗菌 然后对这个产品同时也会起到一定的这种防腐的作用 然后呢它对我们的皮肤也可以起到一个更新角质 加快角质代谢的功效 那这一款呢 我是不建议敏感肌去大量的涂在脸上的 虽然说薄皮你可以多涂一点 但是如果你是薄皮用这个的话 因为里面多少还是有一些水洋酸的成分 所以大家要小心一点 但除此之外它有维生素E 维生素E大家知道它可以抗氧化 当然同时呢也会有一定修复的功效 所以我这个算是用了比较涂 有时候把它挤一点 就特别觉得这个面霜不够薄 不不够薄 觉得面霜不够保湿 挤一点在面霜里面 或者是今天要化妆 皮肤状态不是很好 挤一点在这个面霜里面打一个底 然后后续的这个粉底就会更平滑 大家可以去尝试试一下 然后再一个就是这个 这个是我一般来讲用嘴和眼周最多的 真的是特别的滋润 它就比这个凡士林稍微厚实一点 它也是可以脸上用的 如果要是面霜不够保湿 你也可以挤一点在面霜里面 真的是这几个全都是我认为 比所有就除了干油吧 因为干油我跟大家也有推过 干油也是几乎每天都会稍微加一点再进去 但是干油它没有办法起到那个厚实度 就是你擦脸的那个面霜 有一种那种就是厚润感 这些东西是可以达到那种感觉的 关于slugging的视频今天就讲到这里 大家家里如果有这些装备的话 晚上都可以试试看 把你们的使用心得放在视频下方的留言里面 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 拜拜 拜拜